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MED学员推出的 Android高级UI空间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 超哥 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使用系统空间 View Flipper 实现手指左右滑屏切换页面 根据前面的学习思路 我们仍然是来先看一下 我们要编写的示例程序的运行效果 大家看到这个界面中 目前有一个TextView 显示TextView1 然后有一个Android的logo 作为整个页面的背景 当我用手指向左滑屏的时候 就会切换到下一个View 继续左右向左滑屏 进行切换 当我向右滑屏的时候 就会切换到上一个View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实现这样一个效果 为了实现这个效果 我们接下来从0开始 一步一步的添加功能 最终实现这个效果 大家知道在View Flip中可以添加一些View 只要我们设定一个时间间隔 并且设定自动切换 那么View Flip就会自动在这些View之间进行切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通过手指左右滑屏 就可以在这些View之间进行切换 因此我们先写一个自动切换的实例 然后一步步的再去添加我们想要的功能 好 好我们先建一个Android的Application Project 叫View Flip 看不见MathedU.Activity 4.0.3 FollowLight Next Finish 先来修改布局文件 跟标签改成View Flip 给它取个ID吧 Android的ID 就叫View Flip 布局宽度和高度都是MathedParent 然后通过Include的标签往View Flip中添加View 有一个第一个View 它的ID是View1 它的布局 布局是我们新定一个布局 就叫View1 最后的结束标签也改成View Flip 看一下哪边有问题 好 少了一个 接下来我们订一个布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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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布局 它的布局宽度和高度都是MathedParent 方向是竖直的 然后我们设置一个背景 Android 背景图片 我已经帮大家做好了 我全都拷贝过来了 因为我们在演示示例程序的运行效果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 我们一共是5个页面 也就对应5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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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Joyable1 Android1 在这个LinearLinear里面 还包含一个TextView AndroidID TextView TextView 然后布局宽度和高度 布局宽度和高度 布局宽度是RapContent 布局高度也是RapContent 设置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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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再定义5个文本 分别是Vivo1 就要Vivo1吧 另外4个也定一下 1 2 3 4 5 2 3 4 5 这样我们就 这样我们就 利用一下 4 6 6 1 然后设置文本的 肢体大小 是30个SP的 最后是让这个文本 居中 让这个文本在最上面 水平居中 LealtoGravity Center Avent 接下来我们把另外4个页面的布局也都定一下 直接Cover Vivo2 Vivo3 Vivo4 Vivo4 Vivo5 改一下 这个的背景是Android的2 Vivo TectView2 Vivo2 这是Android的3 3 3 Android的4 TectView4 Vivo4 安卓的5 TaxViewView 来我们在主页面的这个布局里面 把这5个页面都添加到ViewFlip中 我们直接Copy上个东西 没有2 3 4 5 最后我们在MainActivity中设置自动切换 并且设置切换的时间间隔 首先我们要把布局文件中的ViewFlip拿到 ViewFlip ViewFlip 然后设置ViewFlip 自动开始 然后设置 切换的时间间隔 每2秒钟切换一次 好 我们运行一下 好 大家看 程序自动在5个V5之间进行切换 每2秒钟切换一次 好 接下来我们要实现手指左右滑屏切换页面 我们把自动切换的代码注采掉 为了监听手指的左右滑屏 我们让MainActivity实现UnTouchListen的这个接口 更且实现其中的方法 在UnTouch方法中 我们要对滑屏的事件进行判断 首先我们判断如果手指在屏幕上按下时 要getAction 它等于MotionEvent.ActionDone 我们写一下注释 当手指 在屏幕上按下时 这个时候我们要取得左右滑动时手指按下的X坐标 因此我要先定一个实力变量 Mtouch到X 它代表的是 手指按下的X坐标 Mtouch到X Mtouch到X 它就等于Event.GetX Mtouch 我们写一下 我们写一下 注释 Mtouch 取得 Mtouch 左右滑动时 左右滑动时手指按下的X坐标 然后返回处 再接下来是手指在屏幕上松开的时候 M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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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 M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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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ate float and touch up x 手指松开的 x 坐标 那么这个 x 坐标 它就等于 event 的 get x 然后手指松开时 我就要进行判断了 到底是从左往右滑还是从右往左滑 这个地方也写下就是当手指在屏幕上松开时 接下来我要进行判断 如果是从左向右的话 那么就切换到上一个 那么我如何判断是不是从左往右呢 我只要判断 手指 按下时的 x 做手指松开时的 x 坐标 减去 手指按下来的 x 坐标 如果它大于某个值 那么就是从左向右 m touch up x 减去 touch down x 减去 touch down x 比如说 它大于100 那我就显示上一个 view 显示上一个 view 我只需要调用 m view flip 它 我只需要按下来的 show previous 这样就可以显示上一个 view 了 那么如果 如果手指按下去的坐标减去手指松下松开时的 x 坐标 那么如果这两个差值这两个数的差值大于100的话 那么就从右往左滑 那么如果 touch down x 减去 touch up x 大于100的话 写下注释 从右 往左 切换到 下一个 对于 仍然是 这边是显示下一个 view 只需要调用 view flip的 收 next就好 哦 仍然在 这个 else if的判断中 返回 tru 否判断中 反回 else false 当然我们还要为这个mview flip设置一个 untouch的listen 这个监听器呢因为 main activity实现了untouch listener 所以参数就是this 好,我们来运行下这个程序 好,我们先从右往左滑 我进行了切换 我们再从左往右滑 好,这样就实现了手指滑平,然后左右切换 但是大家看 在切换页面的时候 页面切换的比较突兀 如果我们能够在页面切换的时候 加入一些弹入弹出的动画效果 那看起来就比较好了 因此 接下来我们就 为页面的切换 添加一些 弹入弹出的动画效果 首先我们添加 从左边进入的时候的一个动画的效果 我们要新建一个文件夹 叫anarm 用于存放动画的sml文件 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 xml文件 文件名叫 push left 1 从左边进 然后next finish 这个动画文件的根元素是set 把这些删掉 结尾的标签也改成set 可视化一下 我们分别定义在转换和 alpha值 变换的时候 一个 动画的效果 translate 首先定义 持续时间 duration 等于 0.5秒 然后 然后定义 from x delta 是从 100.0 0 p 到 2x delta 等于 0.0 然后再定义 alpha值的一个变化 duration 持续时间也是 0.5秒 from alpha 是从 0.1 过渡到 过渡到1 1.0 2x 2x 好 这边写错了 android 接下来的 接下来呢 我们定义从左边出以及从右边进和从右边出的xml文件 我们copy 我们copy一下 这是从左边出 从左边出的时候 我们把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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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delta 是0.0 2x delta 是 负的100 100 0 表面好p alpha值的变化 from 是1.0 t是0.1 从右边进 从右边进xdelta 是 负的100 负的100 2.0 alpha呢 也是从0.1到1.0 接下来是从 右边出 从右边出的话我们可不这个 右边出 从右边出 from 是0 然后to的话是100 alpha alpha是从1.0到0.1 好动画的布局文件 动画的这个xml文件 我们定义好之后 就是在activity中 要指定这个动画的效果 如果大于100的话那么是显示上一个view那么在显示之前呢 我们要设置切换时的动画 anviewflip.set anviewflip.set 进入的动画 那么就是animationutils.loadanimation 第1个参数是this 第2个参数呢 第2个参数呢是 我们定义的动画的sm文件 aim. 为什么不提示呢 这个地方我们 这个文件夹应该放在 is这个目标下面 好这样我们 再打个点 好就提示了 push right in 然后设置 out animation anview mationutils.load animation 第1个参数是this 第2个参数是r. arm.push right out 好 我们把这两个 把这两行考过来 同样 当 显示下一个view之前 我们 也是设置切换时的动画 这个是push left in left in 下面是push left out 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看 页面之间切换时 是不是有动画的效果 好 我们先从右往左滑 那大家看 是不是有 弹入弹出的动画效果 然后从左往右滑 好 本节课就会带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